中枢纪念国庆大会上面呢 他就宣誓反贪腐之战 他一定要打赢 而面对现在的全球金融风暴呢 马总统说新政府的态度是积极应变 绝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有坚定的信心 实践我们对国人的承诺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把台湾的经济推向新的高峰 我们更有坚定的信心 为人民重建干净联能的政府 打赢反贪腐的这一仗 当前国际经济动荡不安 国内经济深受影响 身为总统 因久则无旁贷 一定以坚强的毅力 带领大家突破困境 百年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 一直恨逆不断 他却能百折不挠 在遭逢十次失败后 终于成功 三十多年前 金国先生在两次能源危机当中 冷静沉着 指挥若定 国敢推动十大建设 才能开创台湾新一波的荣景 今天我们推动新政 也要以同样的血性与豪情 只要我们坚持方向 相互砥砺 风雨过后 必是晴天 好